在创业版如果如图的申购潮中,社保基金的身影频频去现身,数据显示在前三批创业版新股中,社保基金累计申购的资金额就超过200亿元。 在首批创业版10家公司的新股申购中,社保基金累计申购金额超过80亿元,其中当属乐谱医疗最受热捧。 该股的申购资金中,社保基金账户就占据20席。 神州太越则有11家社保基金组合追捧。 此外,安科生物、莱美药业、探路者、汉微电子等也吸引了部分社保基金申购,合计动用资金近15亿。 据初步统计,多支社保基金组合参与了包括心灵物流、艾尔眼科、华策检测、鼎汉技术、中原华电、瑰宝科技、北都药业、 一维里能、网速科技在内的多支第二批创业版新股申购,累计申购金额超过100亿元。 最后一批集中发行的9家创业版新股融资规模为45.31亿,而参与申购的社保基金总额也达到53亿。